买东西啊 可不可以拍 那一万一万六 前天雕的是皮修吗 是 这皮修被你一开三了 给你个整数一万块吧 那不行 那你先告诉我 差得远吗 这犯了有差距吧 因为我一付的时候就卖一下 这个呢 这个也是卖一万一万六 这一天呢 那倒是挺有意思的 他是从一个皮修把它切掉的 老板你不要收他的啊 还不卖 再加一千 二 是的 大福 这是你的带好 去来拍四台 买东西啊 可不可以拍 可以啊 有没有人在你的眼前 没有 没有 多少钱 六万 六万 老板快个张来 好 我先过去付钱啊 赚一三百块 有钱赚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过去了啊 不过皮修一般都是 有点毛病比较多的 这个料皮挺好的 你还是眼光好 但是不知道做什么 这个是一个成品把它切开的 那老板说 他买一万一千五 两百块钱切工 挣了我三百块钱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说少了 他把那个头给拿走了 这个头应该是 房比较多的 但是料子也便宜 说实在话 你这品质的东西 大家不知道当初记不记得 我做了一个玄武大帝啊 海龟蛇的那个啊 这份比那个料子还好一点点 做什么 这件就肯定很好设计了 这是做一件人物 它肉质够细腻 还有一点黄可以敲 要怎么敲 这面干净一点点 这面还有一点棉 这个棉不深 其实我觉得他买这个皮修来切 它也带有一点薄的成分 如果它这里面切下去 里面棉多脏多 那咋办啊 因为这里还是有表现了 你看这些棉 它硬切好 而且里面干净了 这是人家一个皮修切的啊 我把它改造成这样子了 首先呢 这件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呢 它是巧妙的用这个黄 做成一顶帽子 技工的帽子 技工呢 是扇子 鸡腿 还有葫芦 一只狗 我们在做这个技工的时候 我特别强调 技工一定要瘦 才能显出它的精神气 那这边呢 这两个是大字如来 大字如来这里怎么会整一只猴子呢 上面这个黄色的 我把它敲成一只猴子 然后这里的黄色呢 上面是雕了一栋花 后面这里还有一只羊 为什么呢 大字如来会有猴跟羊呢 你们猜 大字如来呢 大家都知道这是猴子跟羊的守护绳 那么这个料子呢 我们原来买的时候 大家一看前面就知道了 前面是一个成品鞋盖 我这里呢 黄色的巧成一只猴子 然后这里大字如来配猴子 守护绳 然后这边呢 羊 羊在哪里 前面位置不够 加上这个料子后面是鼓起来的 所以羊就掉在这里 羊 猴 好我们打灯看一下它的肿水 它肿水它就是糯 但是它细 然后细的来呢 黄都还不错 大字如来 脸很小啊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一件 你看我们技工 全身破破烂烂的 帮子也破 帽子也破 衣服也破 然后带着个葫芦 你看 这个葫芦的中水是不是很大 然后呢 我们把它黄色的 挑成它的帽子 这里呢 有一只狗 这里有个鸡腿 但是可能人不知道 雕记宫 它是什么个意义 有一座寺庙里面 有说一次 万事只求 半成形 前面那一句叫十二 我记不得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是游侠 你知道吗 它游历四方 你像我们这种 今天在洁阳 明天在平州 后天在四会 像我们这样的人 其实是最适合配戴它 到平啊 到处走